今天带大家来拜访一下但丁故居 但其实但丁根本就没有在这个地方住过 这个博物馆是在市中心 是大家为了纪念这位意大利中世纪伟大的诗人所建造的一个博物馆 但丁他除了这个诗人的身份之外 他还有一些别的身份 比如说他年轻的时候参加过几场战争 因为在中世纪的时候呢 意大利这边都是一些小小的这个国家一个一个的 比如说佛伦萨是一个国 然后比萨是一个国 西安娜是一个国 这些国家就总是在打仗 但丁呢就是小伙子血气放钢 也是上过战场的 他呢就是这辈子一共有差不多四个孩子 虽然说对但丁的这个生平介绍比较少 但是在这个博物馆里你可以看到但丁不同的身份 还有呢就是但丁他由于对政治是非常有热情的 但是在那个时代宗教的力量也很强大 所以他被放逐过几次 在意大利的很多城市都生活过 据说还去过巴黎 这个事无法考证 但丁之最重要啊 是因为他是第一个用现代意大利语写作的人 那大家都知道现代意大利语其实是托斯卡纳的这个方言嘛 自但丁之后 大家才开始使用所谓的现在的这个意大利语 所以他的这个身份呢 就是非常的重要又不可替代 好了 你可以来冯仑赛的时候 也看一下这个诗人所谓的这个故居 来了解这个城市 了解那段历史